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因为基隆没有捷运局或捷运公司 因此在推动基隆捷运方面 市政府计划在交通处内 成立一个基隆捷运专案办公室 因此在年中会提出追加预算 他恳请议会能够支持通过 交通处里面的科 它有一个交通规划科 那它是做各项的交通规划 包括公车 铁路 客运等等 如果还要在专责负责捷运的一个规划 那目前真的是会捉襟见走 所以最好的方式 我们因为已经都编列好了 所以可能外界不知道 也关心我们就特别提出来 也请议会的议员拜托支持 我们今年年中已经提出的 112年追加预算里面的科目 在交通处捷运专案办公室 一个这样子的计划 所以本府真的是有努力的 在准备让捷运要进到基隆来 所以我们才要去做 很多预算的规划跟调整 包括说把一个原本我们可能会负担到 38亿左右的一个这样子的 市政大楼预算的一个案子 来做一个方向上的调整 这个捷运专案办公室 将会邀请专业人才来主持 在捷运的营运 新建 联合开发 他们都会是有实务推动经验的人才 还是在基隆市政府交通处底下 所指导的一个单位 不过这个主持人就如同我讲的 我希望就是要一定在捷运新建 捷运运营运 捷运运运 还有联合开发 这三个领域上面 都要有一些实务经验的 过去的一些相关的资深公务员 或资深经理人 因为如果是公司就是经理人 来担任 这个是本府对于捷运专案办公室 主持人的一个期待 金融市长谢国朗强调 外界都很关心金融捷运的进度 他们会很努力的来推动金融捷运 在各方面来进行沟通协调 但是53亿真的太多了 希望中央尽量在经费方面 能够体谅金融市的财政负担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采访报导